兵国95年8月8号为了推广民促环保理念 当年台湾县府环保局在农历7月推动纸钱集中焚烧策略 经过中原节祭祀活动之后 当时总共收集了26.4吨的纸钱 遇到造弊厂集中焚烧 让桃园的环境更整洁 当时环保局也受到许多民众担心 集中焚烧会让民俗习惯无法顺利完成 不过当年造弊厂表示 他们平时就是负责印制洋间的纸币 因此这些纸钱在这里焚烧后 会透过法师祈福庇佑 确保阴间的祖先和好兄弟可以如期收到零用金 而当时根据资料统计显示 桃园县内200户以上的集合式住宅共有320栋 在环保局推动下 约有5成的住宅共161个单位配合办理 而各地的寺庙也有多达14间参与作业 县府也期盼透过纸钱集中焚烧 让桃园的环境更整洁 集中焚烧不倒